骑士妥妥的执行通过路口 没想到一面出现一辆左转红色轿车 车速完全没缓下来 直接对着骑士当面狠撞 机车受到巨大撞击 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 消失在镜头外 机车外壳碎裂喷飞 撞击场面相当的惨烈 从另一个角度看 路口监视器清楚拍下 红色轿车撞上机车后 骑士摊飞倒在地上 机车怎因撞击力道太大 被甩到更远的地方 这起恐怖车祸 发生在23号下午1点多 桃园春日路与金国路口 纯姓自小克驾驶 执行左转没有减速 当面撞击秋夕机车驾驶 警方货报道场将骑士紧急送医 但骑士伤势过重 抢救后还是死亡 附近居民也说 这个路口岔路比较多 的确容易出车祸 警方呼吁汽机车驾驶人 行进路口时 应遵循号制标志指示行驶 并减速离让 以维护行车安全 警方回应 双方均无酒驾 肇事责任还有待后续离清 记者刘志展 周梦如桃园报道 好 年益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来QR Code快点购